屯門友愛村垃圾站 昨天發現一具連池帶的初生女嬰屍體 她的父母分別涉嫌隱瞞嬰兒出生 以及殺嬰被捕 警方說女嬰出生之後沒有哭聲 有人以為女嬰已經死了 將她棄置 展情封報導 女兒犯黑暴蒙頭鎖上手扣 被押回警署調查 警方在單位裏面 檢走部份證物包括剪刀和毛巾 警方在星期五接報 說一個實況者 在友愛村一個垃圾站對開 一部手拉車裡面 發現連池帶的女嬰屍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凌晨在愛智樓一個單位 拘捕了28歲的女人 涉嫌殺嬰 她43歲的男朋友 就涉嫌隱瞞嬰兒出生 警方說 女兒犯在家裡生了一個女嬰 再用剪刀剪斷池帶 這名女嬰出生的時候 被捕人覺得她沒有哭聲 以為她死了 所以她就把屍體 找一個白色膠袋 擋在廁所上 直到29日的下午五點半左右 她將屍體擋在一個手拉車裡面 然後將她棄置在一個愛禮樓 對開一個垃圾站裡面 法醫初步檢驗 女嬰並沒有表面傷痕 開始輕微腐爛 被捕的男女 有三個兩到十歲的子女 並沒有家暴紀錄 屯門警區重案組 只是跟進調查 有線電視記者 閃情風報道 閃情風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